好那现在我们一之一的主题是我们动物的组成 那我们的动物组成是细胞构成的 可是我们身上细胞这么多种 这些细胞又形成各种不同的组织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一个背景 我们生物体的构造与功能的基本单位是细胞 这不是以前在细胞学过了吗 这句话不是细胞学说吗 生物体的构造与功能 结构与功能的基本单位就是细胞 细胞就是我们生物体结构与构造的基本单位 好这是细胞 那这个细胞有很多种 如果你是一个细胞 就这个细胞所有工作都要做 又要觅食又要运动又要繁殖 但如果今天是多细胞生物的话 就是那个细胞负责运动 那个细胞负责进食 那个细胞负责生食 就会有分工 细胞分工就是以前在细胞那边讲的分化 开始决定让细胞拥有不同的命运 就是不同的功能不同的命运叫分化 所以分化的一概念不要忘记了 好那我们多细胞生物都是由受精卵 或是核子发育而来 受精卵是给动物用的 核子是给植物用的 好发育而来呢 你会发现所有的细胞 都含有一样的基因组合 而这个基因组合 我们就称之为基因体 就是你身上所有的基因的总和 那所有的细胞的基因体是一样的 为什么那个细胞变皮肤 那个细胞变神经 那个细胞变生殖细胞会有不同呢 当然就是因为不同的细胞 在不同时期会因为表现不同基因 而产生不同表征 而呈现不同的结构与功能 好这些概念以前在细胞那都学过了 只是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观念套在动物身上 好请看画面左边这个实验流程图 我把一只青蛙的皮肤细胞拿出来 把核取出来 塞入到细胞 塞入到青蛙的胃受精的软 把他的核拿掉 核可能用灼烧烧死 垫及垫掉或把它抽掉 好植入了你的皮肤的细胞核 就给他适当的吃鸡 这个细胞就分裂成多细胞的胚胎 最后就翻译成磕斗 好这个实验就证明了 即使你已经是皮肤了 你的细胞核 仍含有所有的基因组合 所以你才有机会形成整个个体 因为你的基因都没有缺失个体 我说写错了个体 好这个实验不是看起来好眼熟 这不就是负质阳逃力的那种实验吗 只是逃力是拿他妈妈的 乳腺细胞的细胞核 只是这是用青蛙的皮肤 那我们之前还讲 有人拿是他的小肠的细胞 好的 所以这个实验是证明了 所有细胞的基因组都还在 但是这个实验在197几年做出来 当时科学家没有引起任何的骚动 因为两生类全身都是干细胞 会不会质疑你的皮肤中有干细胞 你这个细胞核 有可能是干细胞的细胞核 你没有证明已分化的细胞核 能有所有的遗传物质 所以后来陶力阳成功了 才被证实 因为哺乳动物身上都是分化的细胞 我们身上几乎没有干细胞 所以我们再生能力很差 好那干嘛提这个实验呢 因为当年做这个实验的科学家 后来还是得诺贝尔家 因为他很早期就用这样的观点去思考 所以反而是那个陶力阳并不是第一个 这个概念是他先提出来 一个英国科学家 我记得是 以上这是一个研究 好那我们在国中会说 带着动物体的组成是什么呢 构造功能相似的细胞 合在一起叫做组织 组织会在一起形成器官 执行功能 器官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的结构 可独立的执行功能 就叫器官 那好几个功能相关的器官 会形成器官系统 例如胃负责消化 小肠也负责消化 消化相关合在一起 就是消化器官系统 好那你们以前国中 也许会叫它系统就好 会省略器官 得到了高中我会强调 不要直接叫系统 你是器官系统 就直接叫器官系统 因为植物有组织系统 还记得吗 细胞组织组织系统 后面才是器官 那我们动物呢 是没有组织系统 但是我们有器官系统 所以会有两种系统 一个是植物的组织系统 一个是动物的器官系统 你在写作或表达上 要讲清楚说明白 所以这个器官两个字 在高中不可以省略 就直接叫器官系统了 以上这是我们对于 整个周物体构造的一个前沿 所有的细胞都含有 所有的基因体 然后细胞会分化成 不同的组织 组织会在组织工 构造工人相信 这个细胞会形成组织 然后组织就形成器官 器官形成器官系统 器官系统再合在一起 就形成个体了 以上是本章节的前沿